第十战 单词战 如何背单词 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学英语 背单词也是从未间断过的工作 各种背单词方法层出不穷 从环境法看 有单词随身背 躺着背单词 上班偷偷背 从快速法看 有十天突破背 二十一天习惯背 一跃全面背 从科学法看 有词跟词醉背 自然拼读背 记忆曲线背 从曲背法看 有脑洞大开背 如鱼得选背 漫画图解背 从记忆法看 有同类磁形背 同类语语背 同类语境背 从频率法看 有高频两千倍 核心四千倍 生存八千倍 必备一万五倍 超使用两万两千倍 从神秘来看 有千万别背 不用背 密码背 从工具看 以前有MP3 复读机背 现在有F背 经过在背单词江湖 多年进入 我现已发展出一套 全新知识 神迹 百度翻译 原理 语境邂逅 爱丁耗词 记忆曲线 词根词绥法 记忆法 准备好百度翻译APP 平时看视频 做题等各种场合 遇到生词就查 务必看看词根词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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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话 也多看看例句 查完后 将生词收藏 当药剂的生词 达到一定量时 比如 我是两千词 就集中十剂的话 我就将两千词 分为十组 ABCDEFGHIJ 安排十天的早晚 各1.5小时进行记忆 按照爱丁耗词记忆曲线 延闹遗忘有8个关键时期 5分钟 半小时 12小时 1天 2天 4天 7天 15天 所以 我们每天的安排内容 有下 标凰的地方 就是要记的内容 比如第5天晚上 我们要记的内容是 比如 地主 义主 的单词 我们打开APP中的 单词记忆功能 按照爱兵耗词的记忆方法 我们每倍5分钟 就拉回5分钟前的单词 进行反复背 每半小时 就拉回去 看上面的词 以看到英文 能够联想到中文回目标即可 不必惊言该词 有了单词的基础 我们对阅读的恐惧 也降低了 接下来 我们进入阅读站 学习如何练习 阅读站 Here we go